在這邊要先跟廠商說對不起 再給我一次機會我應該是不會用的啦 嗨大家好我是George 今天設計喬一喬我們不聊設計 我們來聊家電 現在家電啊推陳初心的速度越來越快 所以有很多不同產品屬性的家電 可以供屋主做選擇 可是偏偏我們台灣頻數越來越小的情況下 很多時候你買了電器A就擺不下電器B 然後偏偏這個電器A又難用得要死 所以其實有很多看起來很好用 可是你根本就不會用 或是你用起來很麻煩的電器呢 我就不建議購買了 這次剛好收集了屋主跟網友的意見分享 整理出10個最不實用的電器清單 趕快看看自己中了幾個 如果中了5個以上恭喜你 趕快花錢再把它換掉吧 這次影片非常精彩 開始之前一定要訂閱我們喔 至於為什麼是空氣清淨機呢 因為我覺得啦 它大部分呢 如果超過15頻以上 它的效能其實就沒有那麼好 所以15頻以內呢 用空氣清淨機是ok的 但是如果你是過敏體質的 你想要用空氣清淨機喔 來改善過敏的環境喔 我覺得有點困難 因為它 它主要是在過濾一些細懸浮微粒 但是如果是塵蠻啊 像一些東西引發你過敏原的 基本上你用它也沒有用 所以我覺得它 排第10名我可以理解 它其實不廢 但只是說頻數很大的話 我覺得你用它效果沒有那麼好 而且你開窗 用它也沒用 所以它排第4名我可以理解 這個移動式水冷扇是什麼呢 它可能要加一些冰水 或是冰塊 它冷房能力其實沒有很好 但小頻數ok啦 就是3到5頻我覺得可以用 如果是5頻以上 還是建議裝空調 所以我覺得蠻廢的 排第9名差不多 這個氣炸鍋是不是出乎大家意料呢 其實氣炸鍋並不大家想像這麼好用 因為它在使用的時候 還是會有一點點油煙 那它在清理的時候更麻煩 它的濾網很難清洗 再來食物的體積啊 也會受影響 因為你太大東西也不能放 諸如此類啊 就是使用後的心得 不是說這個東西不好 只是你要用 很多的心思去維護它 現在市面上有一些高階的機種 它的零件是非常容易拆卸跟清洗的 但是它反映在價格上面 因為會比一般的氣炸鍋高上許多 我覺得這部分啊 屋主可以自己去斟酌 再來是果汁機 果汁機啊一樣是在清潔方面會比較麻煩 它邊邊角角很容易就會有一些食物的殘渣 你看炸一杯果汁啊可能只要5分鐘 但是你清潔啊可能要花20分鐘 所以這個時間成本上面我覺得這個電器有點划不來 母親節 父親節最多子女送的就是按摩椅 但為什麼它是不實用的電器呢 我們後來也訪問過很多屋主 還有一些網友的意見啊 我們都看到了 它其實說的就是 一開始會比較常用啦 但後面就不用了 不用之後就拿來幹嘛 放衣服 亮東西 一旦你在上面堆放了東西 之後你就更不想用了 這個時候按摩椅又疏於保養 所以旁邊那個皮啊可能都開始均裂 然後偏偏這個按摩又很佔空間 現在大家平數都越來越小 所以放一個這麼大的電器在那邊 真的難怪它的名詞這麼高 哇這個是不是大家更驚訝了 吸塵器耶怎麼可能它不好用 沒有這裡的意思是說 吸塵器有分無線跟有線的 大部分人都會買無線的 可是這時候要注意喔 如果你的品牌不是選擇一線二線的品牌 其實它的續航力很弱 你知道你家雖然也不大 可是每吸一次地可能五分鐘十分鐘 它就沒電了 吸力也不會很強的情況下 所以你常常要保持它滿格 你動不動就在充電 我覺得這個時候的無線喔 比有線還要差 那有線的 它你就不用擔心它電力的問題 可是你家的插座也要剛好在每一個區域都有一個插座啊 你才有辦法去吸啊 所以這裡的吸塵器 指的應該是你要買對產品 如果你要買無線的當然比較方便 可是建議還是要買有品牌的 它的續航力會比較好 感應式垃圾桶 欸這個我就有切身之痛了 因為我自己用感應式垃圾桶 它真的沒有這麼好用 好跟大家分享一下為什麼呢 要就是你過去的時候 它感應的太靈敏 動不動它就這樣 然後你就會被嚇到 另外一種就是 你手都在它前面了 它還是沒反應 為什麼呢 因為沒電啊 因為它是USB充電 所以最後呢 你買了一個感應式垃圾桶 你就會發現我常常在那個地方 用手再去翻它 那為什麼它沒電 因為它有電的時候 感應的太靈敏 所以把自己搞到沒電了 所以這個感應式垃圾桶 我覺得要慎選啦 再給我一次機會 我應該是不會用啦 好的 第三名就是什麼呢 就是我們的熱水壺 這個熱水壺 不是你想的那個快煮壺那種 它是那種只能出熱水的 屋主如果找我們設計規劃 它有喝熱水的需求 我們其實都會建議它 直接就安裝除下型的飲水機 它比較不佔空間 因為它是放在水槽的下方 除了熱水可以調節溫度之外 也可以有常溫水 會比一台熱水壺 永遠放在檯面上 來得乾淨俐落 第二名就是我們販子功能單一的電器 尤其是在廚房裡面 像是電烤盤 或是熱壓機那種 壓吐司啊 壓鬆餅那種熱壓機 為什麼它會佔據第二名的位置呢 因為很多網友都分享說 像這樣的設備啊 通常都會蠻可愛的 或是蠻漂亮的 那你一時會被迷惑 有沒有 你就會夢想了 早上起來一定要有個鬆餅 泡著一杯咖啡 殊不知你買回去 用不到三次 就被晾在那個地方了 然後你家很小 20瓶以內 然後你的櫃子裡面都放一些不常用的 所以呢 像這一類的電器 也不是不能買啦 我個人覺得你還是要評估一下 你的日常使用習慣 平常就是愛煮啊 而且你會煮 你喜歡用很多食材 買 都買好不好 好 盡量買 好 OK 終於來到我們的第一名了 第一名會是什麼呢 我們先請薛依想想 心裡面的第一名的這個答案好了 薛依你覺得第一名會是什麼電器 第一名喔 嗯 電風扇 電風扇 為什麼 就覺得它很不實用 很佔空間 然後平常開起來又很吵 好 電風扇這麼好用被你講成這樣 可見 薛依平常都是 對不對 附加千金 它沒有在開電風扇的 它都是開冷氣的 像我們這種都只開電風扇 電風扇很好用好嗎 好第一名 我也是苦主之一 第一名就是 廚餘機 在這邊要先跟廠商說 對不起 廚餘機因為我真的有買 買了之後 我一開始也是覺得很神奇 因為它 大致上有分兩種嘛 一種是 熱加溫的 一種是 好像冷凍的 那我買的是加熱的 最後會把它 攪成碎末這樣子 但是呢 我就買回去 現在用不到三次 我發現有幾個問題 第一個 它其實裡面的容量 沒有很多 你想想吧 為什麼 有人會想要買廚餘機 因為它可能 要張羅一家四口五口的那個 晚餐 中餐 早餐 所以它的廚餘的量 其實蠻多的 那你的 裡面容量不多的情況下 我可能沒有把它一次完成 欸 弄一次不是三十分鐘喔 啟動一次 要好幾個小時 我可能 還有一些量 在旁邊 我還沒放進去 那我是不是要等到 這好幾個小時之後 我再來處理這些 廚餘 那不是有一點多餘嗎 那第二點 如果你不是每天 會產生很大量的廚餘的 你都是吃飯吃得很乾淨 有沒有便當都是 這一點點的 只有一根雞骨頭 雞腿骨 這個時候 到底要不要放進去 放進去一按 又是好幾個小時 感覺又很浪費電 不放 那根骨頭 我又要放哪裡 是包起來放冰箱 那我買那台廚餘機 到底是要幹什麼的 我就問 所以我到時候 那時候就搞得自己很兩難 用也不是 不用也不是 最後真的用不到三十 我就沒有再用了 如果你在家裡 丟垃圾習慣 是需要追垃圾車的 那你的下班時間 又跟垃圾車的時間都不上 我覺得你可以考慮用廚餘機 那但是如果你是社區型的 我覺得用廚餘機 可能有點多餘 因為現在社區其實都會有 廚餘分類 所以見仁見智啊 提供給大家做參考 最後來跟大家做總結 以上這些不實用的電器清單啊 可能有些觀眾朋友看到這邊會覺得說 欸我覺得還好啊 我覺得還蠻好用的啊 沒關係 因為我覺得這跟每一個人的使用習慣都有關係 那畢竟它是一個大數據的統計啊 所以很多的網友屋主 那裡面有幾點是我自己感同身受的 那提出來給大家做參考 因為如果你未來可能會有自己獨立的生活 那可能很多東西 你沒有經驗 我覺得這個東西你就很有參考的價值 經驗面就到這邊結束了 我們今天講十個不實用 你剛好也是苦煮的話 歡迎下面留言給我們 或者是你想要平反 你下面也可以留言 因為裡面我也不是每個都用過 有些我是聽屋主的 有些是網友分享的 今天影片就到這邊結束了 喜歡我們的影片記得幫我們按讚 訂閱加分享 要幫我開啟小鈴鐺喔 我是佑尼克設計的George 我們下次見 拜拜 推陳蘇星的 推陳初心的速度 現在家電喔 推陳蘇星的 你在幫我錄花絮對不對 粗粗粗 那今天影片就到這邊結束囉 影片開始之前 不是 你結束了你要開始 我想下班了 炒拍 拜拜